自古宝刀赠英雄 凡是民事大多配偶神兵利器 而这些刀又都会成为家族世代相传的宝物 就在一栏剑宝节目上 一名姑娘手持祖传宝刀剑宝 这把刀的刀刃泛着犀利的寒光 一看就是神兵利器 而刀鞘更是鲨鱼皮所做 价格不菲 因此这刀一亮相在场的专家们都为之一阵 他们中有的问姑娘说 敢问姑娘祖上是何人 据这名姑娘所说 他家祖上是行走江湖的标师 在古代标师是与杀手对立的存在 杀手是被官府通缉的罪犯 而标师则是有官员撑腰的良民 只不过这些良民的武功极好 但这不妨碍标师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这名姑娘的爷爷就是如此 老爷子生前会十八般武艺 而这些都是武术名家自愿交给他的 最为难得的是 这些大师们在交完武艺后 还把乘手的兵器送给了老爷子 因此姑娘家争 这样的宝刀还有很多吧 基本上都能够开一个冷兵器博物馆了 而当专家们问姑娘是否也会武艺时 他腼腆地表示不会 因为武术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 使得他无缘使用这些武器 即便如此 姑娘也还是将这些宝刀珍藏了起来 对于他来说 刀本身的价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们代表着祖父两代人的心血历程 如果没有他爷爷当年的神勇无敌 哪会有这么多的家宝流传 更何况这些宝贝象征着侠客间的情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